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你遇到的人都因你而来 欺负你的人因你的软弱而来 一个公司里受欺负最多的人 一定是那个最没有原则的烂好人 替人背锅不吭声 那么自然有更多的锅给他背 那些灰色地带的麻烦 永远都是为最好说话的人准备的 给人帮忙五愿言 自然有更多的人请他帮忙 帮着帮着别人的事就成了分内事 更要命的是啊 他们还偏偏不敢私 生怕上了和气 所以呢 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大家 没错 那些爱欺负人的同事固然是坏 但又是谁默默允许了他们的使坏呢 作家刘童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他被调到传媒广告部任副总 与当时的总经理搭档 一起共事的时候呀 刘童受了搭档不少的欺负 忍了一年之后 他选择私下跟领导说 领导则要求他与搭档正面对质 起初刘童觉得很尴尬 但不得已与搭档撕破连以后 结果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这场正面交锋让搭档自知理亏 再也不敢欺负刘童了 刘童说后来他才明白 正面纲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 你为什么不私呢 做人不能没有锋芒 这个锋芒就是你的立场 是不可触碰的敌心 你若没有锋芒 就会被他人的力气锁上 不想背的锅还回去 不想帮的忙拒绝掉 怕事不是善良 是懦弱 出卖你的人 因你的亲信而来 我的同事玛丽 上一次丢工作是被队友坑 玛丽从事跟单工作 这跟单的薪水高低不一 都看跟单员的水平而定 有一次跟玛丽同组的队友 私下问她的工资 玛丽虽然觉得不妥 但还是告诉了她 没想到队友没多久 就跟上司提了加薪要求 原因就是 她跟玛丽从事同样的工种 理应获得同样的报酬 耿动员的工资都是保密的 为的就是怕员工闹事这一处 玛丽本来是上司面前的大红刃 但经过这件事以后 她却慢慢被边缘化了 这也好理解 不为公司保守秘密的人 哪能继续被信任呢 玛丽说 其实平时队友就比较爱嚼舌根 只是自己大大咧咧习惯了 没有细想那么多 秘密是最容易传播的东西 当你把隐私交给别人的时候 就要想到可能会有被充卖的一天 曾经看到有一位姑娘的吐槽帖 她意外怀孕要请家做手术 悄悄告诉了室友 结果呢 不出三个月 连公司扫地的大妈都知道她堕胎了 被人出卖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到要保护你自己 先为别人开了一道清新的口子 很多时候别人伤害我们的刀 都是我们自己递出去的 所以保护自己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去满足别人的窥探欲 践踏你的人 以你的卑微而来 我认识一个姑娘 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她的婚姻生活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姑娘婚后不久 婆婆就耳提面密 告诉她 男人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吃不了多少苦 让她多担待一些 她呢 就果真担待了 一个人扛起了养家的重任 有好心的亲戚提醒她说 不要把血汗钱给男人糟蹋光了 姑娘呢 不以为然 觉得自己含辛茹苦地 共其一家人的生活 丈夫不会不知感恩 然而 男人从偶尔晚归 变成了夜不归宿 拿着姑娘的钱 花天酒地 不仅染上了赌博的坏习惯 还在牌桌上认识了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 姑娘吵过闹过 每次男人一忏悔 她就心软 和好之后 却会换来再一次的变本加厉 婆婆劝导她 你比她大 就让着点她嘛 等她成熟了 就懂事了 于是呢 这可怜的姑娘 便抱着一颗 等待丈夫长大的心 继续忍辱腹中 她似乎忘记了 自己这一辈子 都会比这个男人大两岁 婆婆就是仗着她的脾气好 摆明了要欺负她 男人就是看着她心大 便得寸进尺 处处都在试探她的底线 可姑娘却不忘检讨自己 她说 可能是因为 自己平时工作太忙 对丈夫的关心不够 才导致她的各种烈心 无论是夫妻感情 还是人际交往 一旦卑微过了头 就很容易让对方习意为常 亲爱的 你愿为奴为仆 别人当然要作为作福了 欣赏你的人 因你的自信而来 我有一位女同事 微胖 容貌一般 在外人看来 才华也一般 有一年 她出来创业 她老公便辞职在家带孩子 做她坚实的后盾 一直到孩子上学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她说 婚姻里总有人要牺牲 为什么不能是丈夫呢 我的理想也很重要呀 你同事很自信 她老公呢 也欣赏她的自信 当你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别人才会把你看得很重要 无尽这两年大火 谢南成了她背后的女人 有一次采访 主持人问谢南 工作和家庭要怎么排序呢 谢南说 没法排序 同样重要 无尽说 谢南涉猎的东西很广 如果做家庭主妇 就会失去这样开阔的事业 在无尽眼里 这么优秀的谢南 她舍不得让家庭琐事 掩盖掉她身上的光芒 愿意全力支持她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所以啊 谢南不是无尽背后的女人 她是谢南 是从来没有放弃成长的 她自己 郭静静结婚的时候 说过一句霸气的话 豪门有很多 冠军只有一个 无论别人怎么看 我们永远是 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 如果连自己都看不到 自己的优点 如何去赢得 别人的欣赏呢 自信自爱 便不会轻易遭人怠慢 帮衬你的人 因你的人品而来 我有个闺蜜 她一毕业 就被人骗进一个 广州的传销窝点 她发现不对劲以后 找了个机会 偷偷打电话向我求助 我让她记下我的地址 丢下一些东西赶紧跑 打滴到 东莞我上班的工厂来 她身无分文地 打车到我上班的地方 我为她找地方住宿 并把整个月的工资拿出来 帮助她找工作 她一直跟人提起 说自己落难的时候 得我仗义相助 事实上呀 我又何尝不是惦记着 她的恩情呢 十几年前 我来到东莞 几经辗转 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两个月后 开始风餐露宿 当时我能想到 求助的人 就是还在上学的闺蜜 我拿手上剩了的 最后十块钱 办了张银行卡 把IC电话卡上 仅剩了三分钟长途 用来跟她说 呃 缺钱 拿笔来接卡号 虽然她也只是个 饥寒交迫的穷学生 但得知我在外地有难 激活活地借遍了她 所有的朋友 二十四小时后 我在过远机上 收到了我的救命钱 一直坚持到 我工作有着落的时候 所以后来她有困难的时候 别说从广州打地过来 哪怕她从北京打地过来 我砸锅卖铁 也要筹好低时费 在终点等着她 别人帮忙 固然是因为 他们心地善良 更是因为 你值得这份帮衬 人生所有的运气 都是自己存下的利息 你曾经的善良 正直感恩 都是他们帮你的理由 你遇到的人 都因你而来 这成年人的社会关系 都是自己量身定制的 我们遇到的人 都因我们而来 当然了 不排除会有个别极端现象 和天灾人祸的存在 但在我们的常规社交关系里 我们生命里遇到的大多数人 都是被我们自己吸引过来的 我们遇到的好人坏人 都是我们的性格因果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决定了我们会遇上什么样的人 如果命里遇见贵人 那是我们品德习惯 为自己积攒下来的福分 如果生命中出现了一些 难以忍受的人 也不是我们运气不好 是我们不小心 给他们敞开了一道门 但是呀 我们既然能决定 谁走进我们的生命里 自然也可以决定 把谁从我们的生活中请出去 只要你愿意善待自己 世界就可以是你想要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